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顺哉 罗伦基 郑俊和 丁亦宇 朴海美 金慧星 朴米英 崔敏勇 金范 徐敏靖 甚至等人主演 于2006年11月6日开播 该剧讲述了住在韩国首都首尔黑时动的李顺才一家搞笑的日常生活 三卫生豆瓣9.2分29706人评价卫生为韩国TVN电视台自2014年10月17日起播出的金土连续剧 并作为TVN开台八周年特别企划 电视剧根据尹泰号作家的同名网络漫画改编 由郑俊兴编剧金元西导演指导 任时玩江苏拉 江河纳 李生民主演 讲述人生只有为奇的主人公张克莱在职业入断失败后 面对冷酷的现实而展开的故事 以社会新型人的视角描绘职场人们的面貌 四信号豆瓣9.1分56382人评价Figler60信号 是韩国TVN有线台于2016年1月22日起播出的十周年特别企划金土剧 由金仁西导演 金温西编剧 列帝军 金慧秀 赵振军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现在的刑警图海英和过去的刑警李残涵 通过老师对讲机穿越时空进行连接 并在过程中破获了一些长期未结案件的故事 该剧获得第52届韩国百想艺术大赏 电视剧部门最佳电视剧奖 最佳剧本奖 请回答1997 杜瓣9.1分48568人评价 请回答1997 试试韩国TVN有线电视台于 2012年7月24日期在火药档播出的青春剧 由申远浩导演李友真编剧 郑恩帝 徐人国 申诉于 燕志源 李浩元等主演 该剧以韩国偶像团体H.O.T. 与水晶男孩当红的1990年代末的釜山位背景 讲述沉浸在偶像组合的女高中生和朋友们的成长日记 六九回时间旅行 豆瓣8.9分25542人评价九回时间旅行 是韩国有限收费台TVN于2013年播出的月火剧 由金炳秀指导 送在正编剧 李震剧 赵伦熙主演 该剧以穿越时空旅行为素材 讲述了失去哥哥的男主人公 获得久之能回20年前时光的神秘的香之后 开始展开一系列曲折离其时间旅行的故事 七杀了我治愈我 豆瓣8.8分28583人评价 Kill Me Help 杀了我治愈我 是韩国MBC电视台于2015年1月7日起播出的水墨迷离连续剧 由陈秀文编剧金正万 金大镇联合指导 第一多重人格障碍 金月戴耳童现象 未题材的电视剧 此剧由中韩合作投资议员联合打造 是首部结合韩国公司策划和制作实力 以及中方资本的电视剧作品 讲述具有七重人格的才发三世车渡贤 持胜事和他的秘密女主志一生吴李珍 黄正音事的治愈戏 搞笑 浪漫 爱情故事 八对不起 我爱你豆瓣 8.7分52702人评价对不起 我爱你是韩国KBS2004年出品 由李亨银指导 李庆熙执笔 苏志谢 林秀经 郑京浩 徐志英等人连妹主演的乐火偶像剧 该剧以收养为主题 描写了一个关于被抛弃孩子背护人生的心碎故事 就请回答1994杜瓣8.7分22871人评价 请回答1994 是韩国TVM有线台自2013年10月18日首播的金兔剧 由申元昊指导 李友真编剧 高雅拉 郑宇 刘衍熙等演员主演 该剧背景设定在1994年以学态制和孩子们篮球大圣宴 美国世界杯等位素材 讲述来自韩国不同地方的学生们在那一年未上大学而相聚 在首尔后发生了妙去恒生的故事 时听见你的声音 豆瓣8.6分63,525人评价听见你的声音 是韩国SBS电视台于2013年6月5日首播的奇幻爱情剧 由赵秀源指导 普惠良编剧 李宝英 李中硕主演 该剧讲述了1%存在的国选预知语 拥有独心术的超能力少年之间的浪漫爱情故事 十一人险亡后的男人 豆瓣8.6分46106人评价人险亡后的男人 是韩国TVA收费有限 台于2012年4月18日起播出的自制水墓连续剧 由金炳珠导演 宋在正编剧 石贤宇 刘仁娜 金振勇 陈一色等领衔主演 该剧主要讲述朝鲜方筹的教理 通过时光隧道 从朝鲜时代穿越到300年后的现代